哈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个人蛮喜欢的模式又出现了 之前主题季推出的乱斗雷台 一个变速相对少一点的模式 没有队友可以怪的模式 跟对手之间除了实力的较量 就是选角以及搭配的比拼 今天我们打算来挑战一波 如果只靠一只角色来打乱斗雷台 究竟行不行 顺便给大家看看 组合的搭配有多重要 楼上蛮适合这地图的 我们把它放在第一棒 如果输了 后面两只我们就直接去送头 我们来设个极限好了 失败三次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挑战 看一下可不可以带另外两只角色躺分 马上进入今天的挑战吧 我现在开始游戏后觉得有点危险 我早知道选格 算了还是先试试看吧 今天应该是打笨我的 重点是后面的格雷特还有格里夫 要是今天可以带爆破迈克还有格罗姆 省一点就太棒了 因为我平常都是单排嘛 不知道匹配系统是不是故意的 每次我只要选这两只 都有就很巧的 会有投资 两只投资在同一组 胜率超低 来了 这只要小心的打 这只爆发很高 先找到位置了 开个大 缓冲一波 还好有大 完了 这才是大魔王 这才是真正的大魔王 可以这 坦克杀手 但我一下就有大诶 走一波 应该有机会 开大 我机会来了 嘿嘿 哇那个 伤害把是运记好了 伤害把运记好了 这把就 结德 诶这应该可以赢吧 霸子我觉得我可以直接冲诶 哇没缓到 怎么办 但他去到左边我应该 胜率是蛮高的 我是要避开他那个 还是给他存的没关系 应该不行诶 我们往下走吧 要让他存 但他就知道我不在这里了 如果先 慢慢摸过去吧 123 攻击 可以 差点差点 我扭 nice 哇这个没扭的话 可能就要倒了 想不到吧 可是下一棒雪莉诶 哇我觉得我需要 准备好先换 准备 我换 可以 我先开大以后应该有机会吧 诶这他不太会 nice 他好像有大的不是吗 还是还没 随便打 赢了就好 诶我有大的情况下 应该可以打得赢雪鬼 这个 这对手的那个基础也不太好 感觉就是 开大 可以 胜率太高 我有胜率 忘个渠道 OK nice 目前来看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一只就可以打了 可是 终于出现格尔了 阿公这地图 超夸张的 不知道摸到 先打这个吧 再炒虫他应该打不过我的 但是格尔来了 各位 大魔王来啦 应该不会 不会被打到吧 完了 完了 痛 我扭 我扭一波 可以 我往前 出我 哇痛 怎么办怎么办 完全过不去啊 完蛋了 哇 这面对到格尔真的没办法 我先出去吧 我命啊 扭上去 上 啊 啊 好了 松头好了松头 先松头 哇遇到格尔不太行耶 怎么办 糟糕耶 赶快来你 哦 要是这个饭会完的话 我可能就完蛋了 糟糕 我打不过他 应该 可以吗 可以 差一点 可恶还剩一场 我挑战就失败了 哇 可惜喔 还没有生多少杯耶 这帕蒙在打不过我啦 他的那个不太好 nice 好 各位也可以从这边看到 刚刚前面告诉大家的 就是组合的搭配有多重要 就可能会出现 罗莎打不过的角色 你这个你就要先 先预判好 就是可能去预测一下 蝶会出什么角色 就我罗莎可能没有办法 我可以 我可以 他开大了 但没打到我 我快有大了 我会 就大家可以用第二棒或第三棒 就是棒式跟角色组合 去面对打不过的角色 像是可能我罗莎我会打不过 格尔 我第二棒就选一个 比较好打格尔的一些角色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没有大家所谓说的 角色没有强不强势 就会不会用 这很吃模式跟地图耶 怎么会没有差 不知不觉已经800了 我的罗莎 这个 只靠这角色也可以 太扯了吧 这场如果获胜不是802 就是8032 我们还要继续吗 可以啦 还没有挑战失败嘛 就先看可以升到多少 这打不过我啦 这个罗莎 给你们看一下罗莎的差距 他开大的时候我先测一点 然后没有大 我再 挥拳 开大 好 解决 完美 这就是罗莎的差距 有没有 用近战如果走位好或者是 很会利用草丛的话 其实还是蛮强势的 看我就这么顺利的升上来了 可能700多比他超大啦 打出过我啦 罗莎 准备好 一下 准备扭掉他的大 完美 哦 终极的boss来了 这个 第一棒遇到 可能胜率不高耶 因为我没有超级技能 成功扭到 开背线 我扭 啊被他又换到了 怎么办 怎么办 火线回血 回血 回血 哇这打不过了 他快有大了 算准时间开大 一下开大 可以 我打 哇 不行他两下一个大 我打不过耶怎么办 坦克车打不过他啦 不要放弃我还有大 准备 我打 快打快打 躲躲躲 躲一波 躲一波 可以吗 他没来 好 还有机会 再打一波 不行耶 哇 打不过 哇已经经历了 我刚刚已经经历了 这真的是 哇打不过耶 好啦 败场三次了 罗莎正好结束在800 其实我觉得我如果用阿公 可能可以带隔壁这两只上800 但没关系 反正这次挑战 最主要的目的是给大家看看 如果经过一定的搭配 胜率就会更高 因为按照正常的情况来玩的话 我们第二第三棒可以去做一些搭配 所以并不是大家口中的 选角不重要 看摩斯地图选角真的很重要 虽然我当中有因为一些走位 或是敌方失误 打败了一些 罗莎比较难打的角色 但其实那些都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 所以最稳的做法 还是把后面的棒次去做一个调整 对了 温馨提醒一下各位 杯数又要结算了 记得把每只角色的杯数卡一卡 但我记得 Brotalk有提到 之后好像会跟主题季一样 有一十八周 太棒了吧 之后就是两个月才结算一次 只不过 行为代币是不是相对的 我们就少拿了一次 大家对这点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下方留言分享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 再次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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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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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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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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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